武道气韵是一种虚无缥缈,宛如雾气般的存在 对武道与神道修徒来说,这种气韵乃是一种莫大的好处 只是气韵的分配从天地诞生时便已然确定 有的人多,那有的人便少 如今恕作天下,之所以将武道之路封为断头路 其背后便是因为与三教祖师齐名的兵家出祖独占武神境的大部分气韵 令武夫石境在南向前踏出一步 而陈平安自从获得武道最强三境后 便已然是一位气韵加深的武道修士 只不过这时的陈平安寓意纯粹武夫的身份,近身三境 并不在乎这外在的气韵 片刻后便一拳将其打退 不过陈平安体内恐怖武道的气韵 在黄粮福地时也曾有过形容 当时从剑气长城出来后的陈平安 在道玄山遇见了一对夫妇 这对夫妇曾将陈平安带去到了杂家老祖的黄粮地 而在这黄粮福地中有一只天生地养的小黄雀 这只黄雀可以奇妙地神通啄武运雕文运 在陈平安离去时 曾于黄粮福地的一面空墙上留下了一行字 当时杂家老祖曾令那只小黄雀 去着陈平安留下的字 只是在打开笼子后 不等他靠近那面墙 密涌的武道气息便立马将扑向小黄雀 而小黄雀也飞快地躲回了笼子 这一幕看得杂家老祖目瞪口呆 这黄粮福地残余的武运气息也气声地吓人 而这一刻 就算是那位杂家老祖也不淡定了 双腿更是忍不住地颤抖